江小姐 老板只是让我保护你 请你自重 我记得你的老板是这么交代你的 无论江小姐有什么要求都要满足 只是职责里的事 是吗 那我要换衣服 你把眼睛闭上 手拿来 再给你个好东西 你干什么 大哥 这 大哥 亏老板这么信任 你还敢狡辩 大哥 王月 交给你处理了 大哥 大哥 王月 咱们兄弟一场 你知道我还要我父母 今天老板为什么会来这呢 啊 王月 你敢害我 当然是为了好玩意 求你们放过我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们 放了你 放了你 我怎么给我的好老板交差啊 把她的腿脚给我废了 别打出那一声 否则 卖不出好价 对了 有个事吗 告诉你 什么 这哥们身体真够结实的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可惜 眼睛打坏了一直就不追钱了 你们会再报应他 豹呀 你看这些人眼熟嘛 善机阿吉跑哪去了 老板那边需要点信得过的兄弟 我让那几个东兴的兄弟先过去 来让他们在那边好好表现 少丢老子的脸 好 好 王玉 你还我兄弟 我不会放过你的 安静点 醉可不吃钱 别让我把他打烂了 兄弟们 我对不住你们了 赶紧抽血化验困死我了 开了个保镖公司 居然跟我说没钱 钱都给弟兄了 剩下都给家里了 这不是什么钱了 当月老板付钱这是妙 还是别人讲义气 算了 打出内伤我们的分层也低了 兄弟们 如今我叔叔双脚击飞 还被困在这黑屋里 无法为你们报仇 下辈子 你们做大哥 我做你们兄弟 我看你很讲义气啊 义气 我把我生气害死 我有什么资格讲义气 小家伙 我喜欢讲义气的 帮我办点事 你找错人了 这都不是问 欲成人杰必先受苦 脱胎换骨之痛 你可受得住 如果能帮我报仇 我决定你 你借过拿走 好 起 七经八脉 脱胎换骨 断天路 扛得住脱胎换骨 肉身便不是凡人 嗯 怎么了 这就承受不住了 愣 你小妻子 I love you love me Shit 不会死了吧 诶 昨天怎么没发现 这穷鬼身上还有宝贝 你 居然这么紧 那就别怪我了 怪我 老头 老头 你还没告诉我要帮你什么 记住郭不凡这个人 一定要替我报仇 放心吧老头 我一定会给你报仇 打够了吧 现在轮到我了吧 大哥 果然 我有船上在手 还有得你们欺负 大哥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请您靠台贵手啊 我兄弟之前也这样求过你们吧 结果呢 大哥 我们这都是替人做事 养家糊口 富珠谷 母田肉 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而你们呢 用别人的血肉 将自己走 大哥 我们错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现在还不想走 这老头给的什么修炼之法 却是把郭不凡当作沙堡 这是有多大的血汗深仇啊 大哥 冯孝死了 你说什么 冯孝被王爷派人暗杀 这已经没了 要不是冯老板的一顿饭 我早已饿死街头 冯老大 我这就来祭拜你 恭送老大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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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断天鹿 你还敢来 老大对我有一饭针 这种香 得造 冯孝是被王羽害死的 王羽可是你兄弟 你不是我兄弟了 这种香 我上映了 暗日上香 规矩 你应该很清楚啊 兄弟们 得断天鹿开路 过了这死路 我就让你上这香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我们老板一泊云天 你这样的判断 还想来上香 不怕死就再往前一步 不怕死就再往前一步 难道这断天鹿是铁做的 这都没事 不行 不能够这样发到过去 江湖规矩 不能乱 过了此路 就可以上这香 老大的仇 我断天鹿碑了 好好看看 这可是你们的好儿子 亲自画鸭的 还剩底捺啊 这是天鹿的手印 我最近老做噩梦 天鹿被人打死了 天鹿在哪儿 你快告诉我 我要救你了 我要救你了 还不上钱 你们就再也别想 见到你们的好儿子了 老婆子 你怎么样了 少他妈在这装可怜 我告诉你 还不上钱 老子一把火烧了这个房子 不能啊 不是我们不还钱 实在是没钱还 还不上钱 拿命来抵 朵天鹿 你竟然没死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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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 你上哪儿去了 妈 你辛苦 你妈这几天 今天做噩梦 说你出事了 你爹都去秒礼拜好几回啊 妈 对不起 你受了不少罪吧 儿子 妈 我先解决了点事情 我就让你再死一次 不是早就挑捞你的手脚筋了吗 好奇吗 我带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 还不愧生 再说我也是你们的大哥 大哥就教你们做人 带我去见王远 耗子 话说这么久 你是第一次请我吃饭吧 朗天鹿 别得意 告诉我王远在哪 到了 爸 女儿这就来陪你了 朗天鹿 有本事你自己去见王远啊 王远的兄弟断天鹿 特来恭迎虚过海归西 哈哈 王远欺人太甚 上 我说这是误会你信吗 既然王远破坏这道上的规矩不而阴的 我徐库海家族奉陪到底 你们四个把话传下去 谁为我徐库海家族报仇 我家族输了 全部输他 是 我说这是误会你信吗 别以为我徐库海家族 会受屈于人 姑娘们 嘴里给藏毒 爸 女儿来陪你了 亲手 就连要死的人都便宜你也要这样 没关系 还有五秒我就要死了 五 四 三 二 一 老天爷也要玩我 为什么这个时候毒药不好使了 你是在救我 能不能把话听人说完 老先生 没事的 谢谢段先生啊 差一点又招了王远的道了 这次多亏了段先生 出手相助 帮我解毒 否则怕是今日之后 世上再无我徐阔海家族啊 这手镯意味着什么 徐小姐 我能跟你握个手吗 嗯 段先生 好了吗 徐淑蝶 把家里的钱拿出来 献给段先生 段先生 请笑纳 老先生 我现在正好去捡 那我就收下了 这点钱呀 对于我徐阔海的命来说 不值一提 老头子 咱儿子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再等等 再等等 千万不要在外面惹出什么事端来吧 爸 爸 这么多钱 这哪来的 我碰巧救了徐家大老爷 这他们给的谢礼 哦 哎 这就好 这就好 这以后 再也不用肖肖那丫头 接济咱们了 肖肖 肖肖 天鹿去哪儿 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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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柯走吧 虽然你是个瘸子 大哥也不挑屎 你放开我 谁 天鹿 你终于来了 没事吧 哎 小子 是不是你拿瓶盖撇我了 找死我你 我 嗯 大哥 我错了 我错了 他就是解破烂的 好多人都挑戏他 嗯 从来没有反抗过 哎 算了 天鹿 他说的也没有错 没事吧 没事就好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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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有本事 别让你的女人出来捡破烂 嘿 找死 算了 天鹿 以前独眼偶尔来的时候 这小混混还会收敛一些 可是他现在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了 所以 所以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伤害 糟了 独眼可能出事了 啊 快走 去那边看看 啊 独眼 断天鹿我没有出卖你 帮他解开绳子 嗯 我知道 爸 去眼线来报 断天鹿一个人走进了王玉的酒店 什么 断天鹿之前对我们有恩 绝不能让他有事 姑娘 给我更衣 哎 往左边一点 真是废 一点小事也做不好 我说啊 你有那功能和王玉结婚吗 要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 把我腾上床的好小弟吗 厚颜无耻 看来你不是姓娘 当然不是了 王玉怎么可能配的是我高贵的学徒 你所为的高贵 就是当做别人的玩物 像王家族在你们眼里的豪门 在我这儿也不过是没棋子 听你 也配对我说这种 这年头 饭都吃不饱 为了钱 我可以是半两 你也可以是 要不 哥给你借着个医生 你干什么 这里可是王家的地盘 我不管你在王家涂抹手 但请你别耽误得到 哟 好久不见呀 我的好大哥 我的大哥 对兄弟的女人 还是这么感兴趣 啊 果然呀 不过是被所谓的义气 困住的废物吧 我说断天璐啊 你的风光世界 江青璇 可都告诉我们了 没想到 你表面上虎虎生风 结果是个软骨头 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这个时候还讲什么义气 这脑子呀 肯定是有点病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兄弟的 兄弟呀 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凶 好好招待断天璐 听到一声惨叫 我多赏兄弟们一万萌超 我说断天璐啊 你竟然一个人敢来 看我怎么好好招呼招呼你 这个下酒菜 我喜欢 都给我上 一帮废 天璐 你怎么来了 都他妈给我起来呀 独眼说你来了等于送死 所以 所以你能陪我送死是吗 我 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 谁要是让我丢脸 我就让谁死 给我上 一帮废 今天 是我王焕龙儿子的婚事 是谁敢在我面前 快给我面子 爸 面子 王焕龙 你儿子涉及杀我 你在这跟我谈面子 还要怎样 将来都是我王氏家族 欺负人 还没有人敢 向我王氏家族的债 我偏要逃呢 偏要逃 你哪根手指逃 就把哪根手指剁下来 什么时候 一个穷光蛋 也敢在我王家叫去 光剁手哪够 我要让他横着出去 我看谁敢 居然是个瘸子 本来还想好好玩玩 这下 只能送给兄弟们享受了 你 没错 你曾经的弟兄 不死 居然敢在我面前 逗我儿子 听命 让他死得不要太熟悉 是 有我在 段天鹿 是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居住蝶 请你有什么资格保护他 段天鹿先生 是我徐阔海家贵客 他闹的场子 我陪他闹 也跟老不死 怎么还没死 嗯 爸 咱怕他干啥 贵客 这样的身份怕是你 居阔海 丑肠的借口吧 段天鹿啊 他不仅是我家的贵女 他呢 还是我的未婚夫呢 未婚夫 段天鹿 你难道不是喜欢我这款的吗 你该不会是 他当初可是为了霸占我 才被费入狱呢 看来堂堂徐阜海家的千金 调教男人的功夫 又怎么样了 看来啊 我是该好好调教调教你 如果你管不好你的未婚妻 可以让我来 你知道的 我有那个功能 我徐书蝶的名字 也是你能挂在嘴上吗 王玉 这到底是谁的地板 动手 别动 徐书蝶 看来你找的未婚夫 是你故意来找的幌子吧 我学家想保一个人 愿意给你借口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这两家族分亭抗领多年 谁也逃不了好 这下麻烦大了 段天鹿 还有什么好装的 王家早已经对我下毒了 要不是这小子 我这条老命早就没了 你干的 爸 我也是为了咱们王家 臣事不足 败事有余 今天我不仅要把段天鹿先生 安然地带走 你儿子这个婚 今天也别结了 徐乱托尔 你觉得 我为什么随便对你下手吧 你可以问问这个 被我耍得团团转的废物 我是那种没脑子的人吗 难道 你还有什么后手 你今天不想让我结婚 真是白日做梦 你知道 今天我要和谁结婚 上城巨头 赵薇的女儿 居然是上城巨头 赵薇的女儿 完了完了 这下真要跟天鹿死在一块了 许口汗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现在马上跪在地上 给我磕几个头 拱回你去讲 让你多活几天 赠着我王氏家族清算 女儿啊 这可 这可怎么办呢 爸 要是没有段天鹿 就没有我们妇女 都说 强龙南亚低头蛇 赵薇老大爷到 刚才谁说的 强龙南亚低头蛇 赵薇 你也看到了 这徐寇海 故意到我们家 上来闹事 徐寇海 我看你这低头蛇 过得有点太安逸了吧 我的脸没无所谓 可是赵薇您的脸面 代表的是上城人的脸 赵薇先生 就是他们这群人 在婚礼上闹事 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 我的规矩 想从车档门出去 三刀六动 什么是三刀六动 一刀捅个对穿 苏车三刀六动 赵薇我知道 赵薇我知道 你只是为了控制这座城 给王家族联姻 我徐寇海 就成了你最大的障碍 哼 也算你没白活这么多年 我徐寇海 愿意交出所有的产业 只求您放过 段先生一命 岳父 这可是脸面 不能答应 你这黄毛小子 把你那点心思 给我收好 赶来要求 不过有事 确实说得没错 我的脸面 要用血来尝 为了段天鲁先生 这三刀六动 我徐寇海认了 我明明用了很大的力 怎么 我自己的事 不需要别人去扛 这才是爷们 两刀四动 就放过你 谁放过谁 还不一定呢 怎么样 有没有事 你放心好了 那个刀 是假的 爸 好军的功夫 本以为你是上乘第一 还是有点进士 没想到 也是个蠢蛋 短天鲁先生 我这条劳命 都不够赔的 爸 还有我这条 我也是 你们瞎走什么热闹啊 赵薇啊 这短天鲁 也是为冯孝着想 赵薇您 是出了名的讲义气 您就看在 短天鲁做小弟的份上 别为难的 冯孝是什么人 以前的老板 赵薇 王玉请理冯孝 也是为了您的企划啊 王玉 也是无辜的 这事您也有份 小子 我听你说话 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知道吗 看来你们就是蛇属一窝 一堆垃圾 完了完了 神仙也救不了我们了 快快快 快给朝爷磕头 你不为你自己着想 你要为父母着想啊 老先生 我知道你一片好心 但是 这是我自己会解决 温君 下手轻一点 我还挺欣赏这小子 父亲 你退远些 这是个高手 我初遇 依次能借助我 五常全力的人 在和我打之前 说大话的男人 没有一个时候 还占给你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缘在万军手下 能成功五分钟 看来 在你选中下 吃亏的人不少 至少不包括我 你还是不是男人 我 我输了 账成老大就带这么一个女人 把其他人都叫出来吧 这金骨我难倒 这笔账 我们就来算算吧 你 父亲 果然 他打了赵薇 完了完了 我能证明 此事与我无关 刚才你给我脸面 这次我也给你一个 你怎么证明 我们和好吧 握手能证明什么 能证明将心比心 难道他知道我的秘密了 不管了 怎么考 我十分欣赏段天璐先生 这事情就这么算 就这么算 社主已经证明了 他对我的好感 并且知道我的秘密 那么他真的在为我好 岳父 就这么算了 不能算呀 我 你怎么敢执意赵爷的决定 赶紧认错 我 我错了 走了 短天鹿 你给我等着 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阻止我报仇 拜见少主 少给我占心待故 要不这镯子 你们早已经死了 少主息怒 曾经我们都是 侯老的人 尤其问君从小 先天残疾 侯老 给他舒展坚固 才有他如今强大的体魄 怪不得他和我很像 嗯 侯老 一定托付了少主神吗 他只说 到时候我自会知晓 郭 不 凡 你做了什么 果然 郭不凡曾经是我们的兄弟 他出卖兄弟 如今成了现在的大小熊 那么侯老 是为了让我给他报仇 报 一定要报 如今我不惜一切代价 扩大势力范围 为了就是有一天能够报仇 侯老对我有再生识 他的仇就是我的仇 侯老看人 就有一次看错了 他愿意把一切托付给你 一定有他的原因 但这也不是你阻止我报仇的理由 我不烦 如今对上城虎视眈眈 王幻龙在海城 还是有些地位的 他要是发现了你 我知道了 嗯 如今王幻上不了海面 我自会为你解决 这个仇 我签字汇报 是 是 天鹿 你不会嫌我走得慢吧 不会 我一定会找你的 不好 还不赶紧滚 房子底下已经到期了 还拉着不走 爸 妈 天鹿 你快给房先生跪下 求求他别把房子收走 你就是大天鹿 你凭什么给房子收走 凭什么 白纸黑字你可看清楚了 房已经抵押给我放山了 还不赶紧滚 到底怎么回事 还说的你 都是你惹的货 让你妈气得大病了一场 为了给你妈看病 我不得已把房子抵押出去 借钱给你妈看病 当初抵押了多少 抵押了五万 这房子我现在数回来 多少钱 给个数 十万 萧萧 去拿钱 嗯 真是便宜他了 才这么点时间 就翻了一倍 十万 你这叫可怜我 我要的是一千万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怎么不去抢啊 呦 这不是捡破烂的萧萧吗 这换了身衣服 还没认出来 你 找死 哎呀 天鹿 你别再惹事了 房先生是他心情不好 一时才开的这个价 你快过来 咱们给 给他跪下求求他 瞧瞧还是你抹去实相 还不跪下给爷 磕几个头听听 不要是不跪呢 那就滚出去 我就把这房子建成公厕 你 房山是吧 在安倍跟钱之起 一百万 房子我赎回来 天鹿 我意一决 一百万 你可比你父亲小气多了 你父亲刚才给到三百万 完了 这一家子全都疯了 这以后嫁过来可怎么办啊 儿子 三百万 是多了点 可是 这房子 是咱们家的祖哥 三百万不是小树 你到底什么意图 看来被你发现了 看来今天是 看不到你对我下跪了 是不是王玉 三百万 能和顶流公子王玉搭上关系 吹钱 值 妈 天鹿 你怎么能得罪 他那样的人物 列宋列宋 都怪我养了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 今天我断家要绝后了呀 爸 这事我会结局 你少说了 你处理 你别什么处理 啊 这只手折贴的王家族 你拿什么处理啊 啊 我 我们俩老骨头 勉强给你拖住 你快跑 一定要为咱家 留下血脉 你赶紧跑啊 爸 妈 再相信我一次 没必要怕他们 段天鹿 连你老大冯孝都被王玉干掉了 你又算什么东西 既然不肯走 那就给这个房子陪葬吧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放下合同 滚出这里 否则 你会得罪比王家族更可怕的势力 哎呦 我好怕怕哦 一个人是比王家族更大的势力 居然住在厕所里 大哥 这就让他带我们军神那个大人物 哦 谁啊 死神啊 我还得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 我怎能搭上王玉 给我烧 搭上王玉和得罪我 您选哪个呀 哎 哎 玫瑰 许 许 书典 就是你在这里闹事啊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不知道段天鹿是您的手家 哎呦 你还真不是台卷 段天鹿是我的贵客 我该 我该死 很好 我不让停 不许停 我该死 我该死 好美啊 好散啊 伯父伯母好 哎呦 不敢当 这次谢谢你了 我擅自在你家安插了眼线 还希望你不要责怪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原来你这么相信我呀 那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了 说吧 这房子卖多少钱呀 徐书典小姐 只要你愿意 我把这一片厕所 不 房子 全部都送给你 哎 谁让你停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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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样怎么样 你替我山王玉两个巴掌 我就当这个事情没发生 徐书典小姐 我是一个凡人 你们都是神仙 我怎么能掺和进去啊 肯定已经掺和进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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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狠人嘛 解决了 什么事这么高兴呀 来 说出来大家一起乐和乐 王玉 放心 我不会乱来的 哎 别装了 王先生 我这可都是为你做事 徐书典 竟然把我的人打成这样 你这是打我的脸呀 哟 这不是刚被退婚的王家族大上吗 徐书典 你别得意 徐阔海家呀 有人收拾 这该死的安全感 王玉 你不会一个人跑来送死吧 段天璐 你也别太膨胀 之前呢 我确实有点小看你 但是没了赵维保你 你什么都不是 或许说我保他 也不一定的 死鸭子足硬 说到底 你也就是能打 说到能打 有个人你好像从来没赢 妈 害怕了 李定主 你烈贼做父 我记得之前在冯孝手下 你可是从来没赢过他 老大最气弱的就是你 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 去吧 别让我失望 上 没有空跟你玩游戏 走 去 废物 你果然还是这么厉害 哎呦 郑重弯心呐 真是吓死手 那是你击败老大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对劲 我使得可是实诚的力量 林定卓 你竟然敢放水 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真是贱骨头 非得逼我 难道你什么男人追 妻儿性命 我身不由己 林定卓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逃出戒指 那就证明你要败 断天路 就当是当哥的 对不住你了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我会照顾好你的父母 不 王与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他不会放过你的棋局 我没得选 林定卓 你看到这个 就应该清楚 如果你输了 你的妻儿是什么下场 王与 王与 我要杀了你 看来这个林定卓挺恨我 怎么样 我这点管用吧 你呀 真是我的大聪明 你未婚妻来了 让我收拾点 住手 我父亲让我告诉你 少背着他在这里做小动作 我在海城要教训一个人还需要你们同意吗 我可以把这句话认为 你是在跟我赵维加斯破脸吗 我父亲说了 有问题第一时间找他 他会帮你处理 如果他的妻儿有事 脑子大黑杀戒了 放人 王与少爷 等等我 大恩不言谢 嗯 等天鹿 现在到底什么实力 我写受下荣情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是你的对手 只有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天鹿 你放心 妈不会看不起吃软饭的人 妈 不是 你要吃软饭呢 爸还是不拦着 但是 这孩子 将来得随咱们家姓啊 他得姓段 爸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还买着我呢 你要买到什么时候啊 我跟你妈都是过来人 你瞧她那眼神 都拉丝了 去去去 哪都有你 我就说嘛 这这这这 这徐家 他怎么能 给我们家品牌 我过得那么多钱呢 那就是不一样啊 你看我儿子 多优秀 东京虎豹的 哪个女孩不迷糊啊 那得开始谁的种啊 小小 我们做饭去 哎 丫头 走 咱们也去 咱们回家 像学书蝶那样 美的女人 应该有好多男人 都喜欢吧 嗯 打 往死里打 王毅 这事你打耗的没用 闭嘴 你再维护他 连你一起打 我王毅 什么时候 丢过这么大的链 婚礼被人砸了场子 未婚妻 当着我的面 去维护别的男人 打 你觉得 我还有脸出去吗 啊 大哥 浩子让我监视 段铁路的 亲近的人 现在 独眼一个人在家了 下去吧 是 胖子 哥是真没白疼你 看来你还是有点用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知道 知道 断天鹿 应该喜欢像 学书蝶姐那样的吧 干净 漂亮 你一个学子 穿那么好看的衣服干什么 你想怎么样 断天鹿不让我好过 那我就得让他付出代价 那你搅他去啊 你是他的青梅竹马 乖乖听话 还能让你少受些苦头 你放开我 你看到了 断天鹿现在很厉害 你敢伤害我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他很厉害 是吗 还没有女人敢在我面前 说哪个男人厉害 我听说 断天鹿那个废物 好像还没碰过你 今天我就让你尝尝 男人的姿 看看 到底是他厉害 还是我厉害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呸 真他妈让人恶心 怪不得断天鹿 从小到大跟你在一起 居然对你没想法 算了 你们教训这个丑八怪 扫兴 那就把他衣服脱了 打一顿 又在大街上 动手吧 停 这么打 太便宜他了 绝了条腿 在瞎之眼怎么样 断天鹿 我 陆 陆 哥 天鹿 你会嫌弃我吗 我长得这么丑 还是个瘸子 我怎么会嫌弃你 你的腿 只是心坏了 我帮你找个新的就好了 我想当初 是你废了我的四肢是吧 不是我 都是那王玉 那王八蛋让我干的 月有头摘有主 你 你只找他呀 天鹿 你等我一下 我也是逼不得已 求你 求你放过我 我问你 你要挖他哪一只眼镜 坐 坐 有点痛 你起来试试 我不是在做梦吧 断天鹿到底什么怪物 这样精密的手术 我们帝国都做不到 断天鹿 真有你说得这么厉害 你得质疑我的眼力 这个世纪 有你说得这么神 那你为什么不来一阵 这可是帝国 用无数人的命 试验出来的 你不用质疑他的卑力 至于为什么我不用 断天鹿 断天鹿 对了 有人说断天鹿 千万会去找你麻烦 找我麻烦 到时候你就知道 谁麻烦了 这厂子是你在管 哪儿来的小别三 滚 这是我们的地方 凭什么让我们滚 本来是砸厂子的 砸狗还要看瓶子是吧 你好厉害啊 你是什么人 这厂子原本是我的 我叫断天鹿 你就是断天鹿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上 哥们 我还没说我做什么呢 你们就动手 哥 我就是为你报仇 奥萨姆是你什么人 你不会丢我哥的名字 你这个杀人凶手 防御 果然好算计 今天我要为我弟弟报仇 别打天鹿 哥哥 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断天鹿 你困场期间 你为了少分钱 你才是伤害我兄弟 今天这个仇 你必须死 你们都被王玉给添了 那都是王玉的阴谋 呸 王玉 一不差钱 二不差女人 怎么会对我们兄弟下手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兄弟 别让他骗了 今天我为兄弟报仇 哥 你怎么有我弟弟的照片 他们都是因为我儿子 我拿着他 是为了让他看到 我为他报仇 我还是不能相信你 就像你说的 王玉有钱有势 根本用不着对你们下手 我也有能力做掉你们 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接住 我弟弟在看着你 谢债谢长 耗子 耗子 为什么我觉得你残缺之后更迷人了呀 啊 不好了 不好了 兄弟们都被断天鹿给干掉了 什么 难道断天鹿性子变了 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放过 断天鹿 你说断天鹿在哪儿 从小到大 我都没受过这样的侮辱 我等不了了 一个断天鹿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还记得断天鹿的新高山吗 赵薇 只要赵薇死了 断天鹿还不是案板上的鱼肉 可是赵薇的势力 连我父亲都 你忘了 赵薇身边如今只有他女儿一人护卫 你的意思是 那个女人 打不过耗子 你好好表现 我在这儿等你回来 好好表现 怎么好好表现 断天鹿要对付王家 你回上城一趟准备人马 父亲 退下去 这不简单 退 门就在我后边 你往哪儿退啊 王玉 王玉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敢来我们赵家闹事 老东西 居然敢对我王家退婚 你让我王家的脸往哪儿搁 区区一个王家 我们赵家还没有放在眼里 那你为什么要和我王家结妻 是你们王家 对我们赵家有利可图罢了 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 什么德行啊 我们问军 一个人能打一百个 你算什么东西 所以 你早就想侮辱我王家了是吧 侮辱你们王家又怎么样 你也太小瞧我王家 耗子 那个人是断天璐的亲友 只要你把他杀了 这断天璐啊 就会亲自送上门来 断天璐 短天璐 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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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